脑海中响起谭云的命令后 使天魔猿挡急呐喊 属下遵命 那俺去了 应声之际 使天魔猿便手持巨棒 寻找其他敌人的踪影 而这时正龙已悬浮于半山妖处 俯视谭云在半山妖处 留下的深不见底的黑洞 谭云 你今日死定了 正龙旋即倾尽全力抬起右脚 朝疯癫跺了下来 碰的一声 正龙这一脚 跺得高达十数万丈的雄风彻底崩塌 沉烟滚滚遮天蔽日之际 谭云被深埋在渣土之中 谭云小二 这次老小看你死不死 哈哈哈哈 正龙手持飞剑凌空而立 俯视下方崩塌的雄风发出狼笑之声 在他看来 自己先前那一剑尽管没有批断谭云的肋骨 但绝对是将谭云五脏六腑震到重窗 此刻再加上那数万丈半截山风的巨大重力 他坚信就算谭云不死也只会奄奄一息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 当然不是 哈哈哈哈你老母 老子不杀你 怎么会心死 充满杀意的声音从崩塌的山体内传了出来 随即 身处碎石堆下的弹云是着鸿蒙图神剑阵 下一瞬 山石四剑如火山喷发 一柄金属性极品尊气飞剑骤骤然冲天而起 紧接着 墓水活土等十柄属性的极品尊气飞剑 已是一道涌了出来 十一柄尊气飞剑 若烟花般朝四周迸射五千里 呈环形将正龙围绕其中 接着 煤柄飞剑皆迸发一道巨大的鸿蒙光幕 鸿蒙图神剑阵城将正龙彻底笼罩其中 从外部观止 鸿蒙图神剑阵的直径已达五千里 但内部空间则扩张了十一倍 达到恐怖的五万五千里 此刻正龙凌空在剑阵之内 环视混沌般的鸿蒙虚空 那雕刻着岁月痕迹的脸上 尽显从容之色 碎石堆爆碎开来 一股金色光束射入鸿蒙图神剑阵之内 化作足塔虚空的谭云 此刻谭云回头图脸 遍体鳞伤 胸口处身可见骨的剑伤 更是看得人触目轻心 如今谭云布置剑阵的十一柄极品尊器飞剑 乃是由谭台玄众所赠 鸿蒙图神剑阵 暂时共有十一种神通 分别是金之绝杀 母之禁国 水之泯灭 火之毁灭 土之碾压 风之末口 雷之绝育 石间洪流 孔剑之潮 死亡之冤 光明之泉 前十种神通 皆为攻击性 而光明之泉 则是恢复伤势所用 如今的他 在极品尊器布置的剑阵内 施展十一种威能 皆将增强二十八倍 待他齐聚十一柄 不同属性的鸿蒙神剑 施展鸿蒙图神剑阵后 剑阵内各种神通 可暴增至恐怖的一百零八倍 此刻 在鸿蒙图神剑阵内 极品尊器飞剑小子 施展鸿蒙 弑神剑阵的威能 皆是提升足足三倍 若他能以昔日那柄神剑来施展 更是能将威力 推到恐怖的三十六倍 弹云小二 少你娘废话 死亡之冤 正龙话音未落 便被弹云出口截断 此刻的弹云 迫切地需要击杀正龙 而急出去主持大局 故而一出手 便施展鸿蒙图神剑阵内 最强悍的三大神通之一 死亡之冤 而最强的三大神通 便是时间洪流 空间之潮和死亡之冤 苏然 浩瀚的鸿蒙剑阵内 一粒迷粒般大小的乌黑光点 在正龙头顶上空幻化而出 旋即毫无征兆 暴涨千万倍 他由若漆黑深渊 又犹如巨大的吞天漩涡 将正龙吞噬其中 煞时间 死亡之冤内 充斥了无尽的死亡之刃 带着撕裂虚空的力量 朝避无可避的正龙涌了过去 急促的金铁交集生理 活星四箭 但见正龙左手持剑 无动翼蓬键目 将汹涌而来的一道道 死亡之刃瞬间斩断 紧接着 正龙发出一道哀嚎之声 由于死亡之刃太过密集 他也无法全部割倒 不过是瞬息之间 他的身上便被斩出了十数道 深刻见骨的伤口 血液从伤口中潺潺洒落 正龙彻底愤怒了 他立刻一声施展风雷领域 接着 提表一层风雷之地的光幕 便不断膨胀而出 犹弱一层光球 将他牢牢包裹其中 他风雷领域在刹那间 变作方圆万丈 随着刺耳轰鸣 一道道死亡之刃 疯狂站在风雷领域光幕之上 光幕剧烈震产 仿佛随时都会告破 风雷领域内 正龙怒笑连连 小畜生 你的确有两下子 不过你依然要死 怒笑之际 原本方圆万丈的风雷领域 开始急速膨胀 眨眼功夫 风雷领域便直接撑住了 死亡之渊的结界 然后再度开始膨胀 俨然是想将死亡之渊 生生撑爆 神玉领八重的势力 果然名不虚传 谭云暗道一声 旋即便凌空出现在 死亡之渊上空 服侍着即将被风雷领域 撑爆的死亡之渊 紧接着 他的气息轰然暴涨至 神玉领六重 谭云显然是打算施展 鸿蒙世神剑决 虚空嗡嗡震颤之际 九种属性之力涌出谭云体内 朝手中八十丈的紫色飞剑内不断涌入 就在这时 死亡之渊已然被风雷领域撑爆开来 风雷领域之上隐约可见浮现出一道道的裂痕 就是这个时候 九脉水仙 谭云的身子 自虚空中灵动五动之际 接连挥出九剑 这一回 他可是一次性施展了九次九脉史仙 后一转光联邦 一转松 一转松 二转松 三转松 一转松 一转松